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向报》 今天六节目日至2020年8月14日 这里有位新西兰的伊德台 还有社长Raymond 大家好 还有在加拿大的加餐室 各位网友好 大家好,节目开始之前 刚听就给个like,可以分享一下朋友 最重要就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订阅我们这个《正向报》 订阅人数真的不太够 麻烦大家多多分享 另外也可以大家多多留言 交流一下 好了,这节目我们来讲一下 香港目前医护的问题 现在有些人又开始吵了 虽然疫情 看回现在疫情 已经开始有些好转了 感染的人数开始下降 但是这班医护就好像 耐不住性子 好像等不及 现在就跳出来又说想罢工 而且又对内地来的支援团队 感到非常不满 说他们没有注册 就在做一些医护的工作 是不是很不专业啊 他们没有注册 就不专业 我都不是很明白 另外 有一个问题就是 但是现在一个所谓的建制派 建议推行这个健康画 又被他们拿来说 这个是限制市民的自由 健康画都是限制市民的自由 又造成一个争拗 在这件事上 现在我觉得最重要是抗疫 在抗疫期间 去制造更多的议题 更多的问题出来 对这件事 是不是拖后腿呢 他现在在做的事情 那现在他们主要的议题 他们说 就是说 因为 刚才好像你这样说 就是 内地来的 就是检测人员 没有注册 不应该做 那现在 香港有些医护团体 就说 因为你这样给别人做 我们就要罢工 就是现在大家明白就是抗疫 他们那班人就长期都说 香港自己搞得行的 就是香港自己搞得行 如果真的搞得行 那 就没所谓的 但是 其实香港一向都是的 那个医护人手 和那个医疗资源 不是真的十分足够 是在慢慢的 尤其是公立医疗资源 因为 因为这些疫症 私立医院是不会收的 根本全部都会去公立医院 那 据我的了解就是 根本上 床位 人手 本身 都不是真的十分足够 这次 尤其是那个检测人手 下来 其实是帮香港 因为香港的问题 就是香港做不到 那么多测试 就是 现在讲的那个大规模测试 那他们之前又传一些谣言 又说 会 偷你的DNA 就是 我们都说过这些很荒谬的事 那加创 你是不是想说 就是 他本身 大家记得在年头那时候 我补充一下 年头那时候 他们说 香港搞不定 现在他就说 香港搞得定 他年头 这班人说白工那时候 哇 你不禁人下来 我们香港搞不定的 所以我们要霸工对抗 这么说的 其实他是 他相标的 这班人就是 非常相标的 我就是想补充一下 现在他就说 香港搞得定了 你不要找人来帮 其实两样 那这个是根据 根据世衛的指引 最初世衛都没有建议封了 那些罐头 最初封关的地方叫美国 那美国封了关之后 怎样呢 究竟是不是真的 疫情没有问题呢 最早封中国关的地方 是真的美国 他们就是一样东西 拿到周身都是 19 所以封不封关 根本是 毅议题 不重要 是的 那当然 现在其实严格来说 大部分地方 都是封了关 就是那些关口 就是尽量 只是给本地人回来 那香港也是 香港 除了有些豁免 就是海源 机司啊 那些是豁免之外 機组人员 所谓的 豁免之外 其实其他人都是要 就是要去检疫的 就是要强制检疫的 那其实已经是控制了 那个病毒的输入 但是你说 在机场做事的人 是不是高风险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一定是 其实最紧要 现在我觉得最紧要做的就是 所有在边境做事的人 都要强制去检疫这个19 还要是 每个星期最少检疫一次 就是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因为 因为 因为现在我们这里 都发现了一个漏洞 就是 我们在边境做事的人 基本上是有超过一半 都是没有检疫 从来都没有检疫过19 那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漏洞 你看到他们没有病征的时候 不代表他们没有病毒 嗯 是啊 就是在新西兰 最多感染的源头 都是来自外地回来的人 而首先接触这帮外地回来的人 就是边防人员 就是海关 在这方面 我觉得是非常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因为你每个 那些边防人员 都有家人的嘛 一个就惹到家人 那家人再扩散出去 那这个是非常之一个 嚴重的问题 在这方面 那个风险是大了 就是 现在香港这一件事呢 我就认为 是要加强的 那 那 当然 就是有一件事 就是令到香港很难做 一些必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 那些人将整件事 都搞到高度政治化 因为内地派人来 说真的 就是都是帮香港的 那 就是香港是需要 就是 就算是怎么说呢 你不感谢人 你都要包容一下 是啊 就是 他们有很多理由 其实应该是感谢的 我的看法就是 但是 就是你温和一点看 人家有些人不感谢 都应该包容 而不是走去 将整件事 高度政治化 因为他们来 就是做一些 技术上的 支援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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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之前呢 就有些人有说 因为香港厌 就是一向都是 吐口水 就是吐痰 就不是 新枝东西 去喉咙那里 撩氧本 那 那 家撑就有厌过十九的经验 那在加拿大 应该都是新枝东西 去撩喉咙 那不是 他撩鼻 由个鼻 进去气管 那 其实是挺不舒服的 不过 用鼻是不舒服 不过 我相信会比喉咙好 因为你咬喉咙 可能会吐 咬喉咙 这个鼻 就不舒服一点 就是这样 其实你都是 不是纯粹 吐口水 那么疑气 没有那么疑气 深入气管 撩鼻汗 拿鼻黏膜 是比较准角一点 是的 要么就是在喉咙里 其实只有两个方法 就是 只有这两个方法 是比较准确的 那 现在有人提了出来 接着 你们 就是香港那帮友仔 就说 口水可以了 这样会偷到我的DNA 我心想 你脱头发 人家都会拿到你的DNA 那你究竟是不是 真的要戴着帽帽 包着 厨师帽 等一条头发 等一条头发都不要掉到地上 那些厨师帽 好像肉帽那些 出街 是不是要 包陷 是啊 还有 其实整个身体都要包陷 因为随时一条毛下来 又会有DNA洩漏的 是不是 说到很荒谬 那你就要戴上手套 因为 指纹更容易辨认过DNA 其实香港人 全部都有指纹记录的 因为你身份证 你申请身份证的时候 有指纹的 嗯 嗯 那 其实 那些东西是乱来的 那有些人当然是借一些耳 又说我要罢工 那样 那现在还有一个 另一个议题呢 就是 就是 港版健康码的问题 就是 又是一大堆人出来反对的 那 那 港版健康码 就是 是全港人有的 应该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什麽叫健康码呢 就是 你 验了之后 如果是陰性的 那你就可以 有一个健康码 那 14日内 出入公众场所那些OK 是吧 那不是可以令到那些 7日7日7日 那健康码 每次是7日的 就是你拿到这个健康码 有效期只有7日 接着7日之后 你就要再拿一次了 如果可以 就是去 检测不是很贵的话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肯做的 那这个是大 就是可以协助到那个 就是控制到那个病毒的 那当然有人说不行 就是 何柏亮出来说 这个健康码不是解封策略来的 又不是防疫措施 是经济安排 那问题就是 它本质上是一个防疫措施来的 但是也是一个经济安排 为什麽不是防疫措施 如果有人要 验了陰性 那那个还不是防疫措施 那是什麽呢 你告诉我 你有测试 测试完之后 你才可以去公共场所 就是减少了 有可能 染病的人出入公共场所 去食肆 商场 那些地方 那有什麽问题 就是 我是 是不明白这班人说什麽的 你这个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 他说的说健康民不是解封策略 什麽不是解封策略 你被确认了 你被确认了陰性的人出来 那这个就是解封策略 那他就长期说这个 这个边境防疫漏洩漏洩 又说要尽快 尽快堵塞 盗住社区 傳播链 那些 所有人都知道要做这些 不代 就是他把两个东西拉来说 没错 是应该要检视 刚才我们都说过 边境防疫漏洩是要堵塞的 这个是对的 杜绝社区的传播链 这个都是对的 跟着他说有条件来放宽防疫措施 再有条件来放宽防疫措施 那问题就是 你这两样东西没有冲突的 其实健康码这件事和你 检视边防漏洞 那有什麽冲突 没有冲突的 杜绝社区的传播链 其实这个健康码是可以帮到 杜绝社区的传播链 因为你要拿健康码之前 你是要去验 验过才行 这个健康码主要是帮助经济 可以保持经济活力 譬如所有你的食肆 主要是食肆用在食肆上 大家进去之前 先展示一下你的健康码 你是健康的 那你进去坐 那就不需要继续有限聚令 这个限聚令是搞到很多生意受影响 但有这个健康码之后 就可以把限聚令的程度放松一点 甚至取消 这个是代替限聚令 是的 是的 我相信西方也有 那些APPs 现在都叫人下转APPs 有些APPs 你可以看看 在几多公里之内 有这些人 有这些感染病毒者 都是这样的 其实是同一样 健康码也好 不过健康码就稳定些 如果强制每个人有健康码 那就好些了 这里就是要 喂 你是下车 还是不下车 那你少人下车 就变成没用 是一样的 其实 其实本质有点不同 有点不同 因为健康码这个制度 最初是在杭州行的 接着就扩展到全国 杭州大家知道是阿里巴巴那个 很大规模的 就是科研中心也是在那里 那他们做很多科技事 是做得很好的 就是在杭州 那说一说他们的情况先 他们就是内地的做法 刚才我说的 为什么要说14天 因为现在建制派的人 是推着14天的 那内地的做法就是 红黄绿三颜色 代表这个健康情况 只有持有绿马的人才可以出门 那持有黄马的人就要 在家隔离7天 红马呢 就有可能需要隔离14天 那后来 就是其实后来 但是其实有很多地区 都是要求有健康码 才可以搭地铁 出入超市 那他的运作是怎样的 社长 可以补充一下运作是怎样的 就是譬如说 你说他健康码 他是去到巴士 称健康码出来 你才可以上巴士 是啊是啊 就是要称到你 你拿健康码前 你要先檢查一下 那你就可以拿到 那是什么灯 如果你的灯是红色的 你哪里都不用去的 黄色的 那你回家 那你有绿色的 你到处都可以去 那你去到每个不同的地方 你都要展示一下健康码 大家看到绿色的 那你可以进来吃东西 可以上巴士 就是这样 之类 就是他操作很简单 是啊 而且是 就是他是有 有些地方 一开始就做的时候 就是14天 接着缩到7天 3天 甚至乎 有些地方是1天 但是内地有些地方 就不是要你全部人都要 不是所有地方都需要 是吧 就是主要是 在城市的地方 比如人多聚集 甚至乎是商场 食肆 甚至乎公共交通工具 那些地方 才需要用到这个 那你一般农村 根本是不需要的 不是周围都要用得到 但是 但是在连这件事 健康码这件事 在建制派就力推的 那当然了 就给一些有心的人 就要反对这件事 觉得这件事是 是一种 监视 监视市民的方法来的 甚至乎是 你没有了私隐 他们拿这件事来 反对 那我觉得是 非常之无谓 你根本是 在国内 是行之有效的东西 而且在国内 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 是有明显功效的 可以 最重要的就是 可以保持到 这个经济活力 就是刚才我说过了 限聚令 就是令到很多地方 根本做不到生意 那长期下去都没有办法 都不是一个办法来的 但是有这个健康码 那大家都还可以做生意 虽然可能生意都会影响的 但是起码都叫做 有些事先做一下 起码 把影响縮小了很多 是吧 其实是增加市民对于信心 而且是给回活力 去社区 给回活力 社会有回经济活动 你没有经济活动 但是很多人没有钱 那你还说什么自由 你连钱都没有 不是 不是 而是因为这次 令到大家人心惶惶 你有个健康码 的人 的人心安回来 你的神心 一心安 你就会有活力 你的社会 才可以正常运行 老实说 如果你说 你的人心自由 是否坚持 我们要用老外的apps 在哪里 我们用老外apps 可以 但是老外apps 比如说 有个漏洞 就是说 你看看 你要开个藍牙 出去看看 你是否有这个 叫做 你within 多少之内 有什么 有数据漏洞 这样说 其实这些人 是商标得很紧要的 这班人 他总之 他们现在 其实是 参谋的位置 无论 你扔些什么 他们就反对 而且反对 只是 无理地反对 无理地反对 才麻烦 还要散布恐惧 总之 散布阴谋论 不停地散布阴谋论 说 你到底想怎么 你就想害死我 我叫你吃一只药 你都说 我想害死你 你没办法 等于大家看文初剧 医生回来 做医生的话 你吃西药 他说不行 你喝一瓶茶 你不行 是吧 那说一说 不好意思 刚才我看了一些问题 断了线 那其实 内地健康码的数据 主要是来自 那些 手机定位数据 那就清楚确认 14日内的个人行踪 交通数据 营运商数据 金融机构支付的数据 那其实 不好意思 社长 其实跟我们这边 澳柳加 这边那些 那些 那些码 有什么不同 那些 GPS定位 有不同的 因为那些是有三个 绿码 黄码 和码 和红码 每个地方各地的 疫情情况 那个防控要求不同 那三种色 代表的含义 都有些不同 那现在大致上就是 绿色就代表那个人 没有异样 是健康状态 可以正常通行 黄色就是 或者红色呢 就是 表示那个人 就要隔离 或者医学观察的 密切接触者 那它怎么找那些 就是 怎么可以 断定某些人 是黄码和熊码呢 就是 它用 刚才我所说的那些数据 交通数据 营运商的数据 就是你去哪个 你去了哪个位置 其实它可以大概定位的 那 就是你澳柳加的情况就是 澳洲的apps就廢了 没用了 就是基本上 就已经确认是没用了 那我们这里的也是 那里的 那里的 那里呢 那里呢 就是你去到哪里 你都要自己自动自觉 scan你几点去那边 那我了 没有人自觉 没有人自觉去做这些东西 那问题是 是啊 你叫人自觉做的人 就不会做的 很坏 因为很麻烦 其实 因为那个 手机营运商的定位数据 它是有的 但是因为 私隐条例的问题 它是不可以用的 那些数据 还有 你金融机构支付数据 它是有的 但是 又是因为私隐条例 这些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都是不可以用的 那它们怎么样呢 它们这个做法 就是你去到 之前我们就是这样的 去哪里 那里�� 有 comentarios 或有一本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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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吧 你个人的名字和手机电话号码 如果有人在那间店里出现了 被认为是确诊 他就会用那本宝来追踪 哪个人有病 结果就是contact tracing做得很慢 就不是像内地那样 可以用大数据来找究竟 其实大数据是不同的数据来找究竟 哪些人是密切的接触者 内地就不是完全一定要要求要检测的 就是不一定要做19检测的 就是这个健康码 但是现在建制派说的是 它是要一开波的时候 就是要先检测的 就是有些人的说法就是 但是如果内地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 但是如果内地是不用你做19检测 拿到健康码 其实还不是那么稳定 内地的健康码制度这样说 因为他说我好好的没东西 但是你不知道阴性阴性 就是你不知道是不是隐藏 这个是会有 始终是会有一个隐患的 所以武汉就做了大规模检测 但是因为问题就是 问题就是你没有可能全个地方 譬如你香港700万人 你不是叫700万人都去做 现在政府说去做都有人不肯做的 它不是强制性 那你不是强制性的时候 究竟你可不可以用一些 不是强制性的人去开发一些东西 譬如一个健康码这样的东西 然后说你没有这个健康码 你就不可以去某些地方 那就有困难了 因为你本身那个检测不是强制性 还有你是有内地的做法 其实都是我认为是因地制宜的 那其实本来如果你的疫情 在某一个地方不是那么严重的话 那他只要14天什么事都没有 那他这个人应该都是健康 那如果你曾经患过新冠的 如果是确诊的 那如果是确诊的话 到你可以出院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是阴性才可以出院的 如果我去了解就是 你要做测试 传誉才可以出院的 那你传誉出院的话 那很自然而言 你就是一个绿码的人 那譬如你是疑似的话 你排除了 是的 排除了 你要怎样才可以排除呢 就是要验了19至你 家撑的情况就是 你验完之后一排除了 那你就拿个绿码了 是不是 没排除的人 那就是红码了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如果是 没排除 如果你的人本身发烧的 那都是一个黄码或者红码的 很自然的 因为你有症状 是不是 你健康码就是 譬如你伤风感冒 你都拿不到绿码的 正常来说 就算你是不是19也好 是不是 所以你说 是不是一定要全面 就是一定要检测 才有效呢 这件事 我觉得不是的 还有它的黄码和红码 它是基于你的个人行踪 如果你 14天都是躲在家的 其实你严格来说 就已经隔离了 是吧 是 那你一出门 那东西就是绿码了 正常来说 是吧 那你怎么样 不过你在其他地方 就确认这个个人行踪 会有一些困难 怎样可以确认到个人行踪 我不带手机出街 都可以的 没有法例规定 我带手机 因为手机是没用的 其实 我又不可以用手机来支付 在这里 我用信用卡支付 那我信用卡留在家 那我带信用卡到街上走 那它就信用卡的数据 理论上 它可以知道你去那边 但实际上 那个数据 在外国就拿不到 来做Data Matching 就是它 就是现在在外边的做法 就是跟内地不同 因为内地它是可以用 几组不同的数据 来做这个配对 那它们的动态管理 就会非常有效 而在外国 因为私隐条例的关系 或者香港都有这个问题 因为私隐条例的关系 所以用内地那种 绿码、黄码、红码 就根本是好 根本是没法管理 只可以这样说 所以 如果你在香港做 其实都是一定要测试了才可以 整个健康码 就是跟内地通的健康码 因为根本是做不到 是啊 如果这个 如果是跟内地通的话 那就 那关都不用 就是不用隔离了 是不是呢 就是可以直接 如果是做得到 但是其实当然很困难 因为 那个法制不一样 所以 法制不一样 你个人数据 譬如你交通数据 运商数据 金融机构支付数据 不是连在一起的 在香港是 而且 你不是那么容易 可以 就是将那些数据 放在一起 去做 配对 从来都是困难的 在西方的地方 做这些事情 因为我自己的了解 就是在 在这里 在澳洲 甚至在加拿大 和美国 和英国 它做contact tracing 都是很困难的 所以才是那么难 就是怎么说 那么难歸零 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这里归零了 现在 为什么要封城 又说要封城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contact tracing做得慢 他用了三天时间 去做contact tracing 现在接触了很多人 确诊是多了很少 因为那个 他根本都 完全 未能够完全追踪 究竟他接触过什么人 嗯 因为那些数据是不存在的 所以也都会 每一次 有这样的情况 爆发的情况 就会引起恐慌 就会有很多人 走去排队 说要厌十九 嗯 是 其实是要 要 就是 欧柳加的情况 就是你要自愿去做 才行 但是不是人人都自愿做 就是比如说 这里 这里新人都开了个app 他不停叫别人 喂 你们下车 你们下车 有些人 有些阿公阿婆都不知道的 你叫人下车 别人都不懂得做 用了都不懂 这个问题 其实香港的情况 是一样的 这次为什么 这个疫情 你说 内地会做得好很多 就是内地的数据 就是那个形容 是比较自由一些 反而是 那当然有些人 会说这些是没有自由的表现 因为你没有隐私 但是 在疫情面前 其实隐私 其实就是 你帮助病毒 你是帮助病毒传播 嗯 是 因为你不知道你去哪 如果你是感染了 又不知道你去哪 你到处走 好了 抓到你之后 你又胡说的话 那就是 最后就是 这种 这个私隐 反而是 影响到抗疫的工作 那就是 希望这些医护 就不要再继续 跟这个政府 继续在那里 爭气了 就算你要 你要说一些反对的意见 我说到反对意见 没问题的 但是 要有逻辑 是吧 是啊 那有些人 当然他就说 其实这件事都有争议的 就是 因为内地就说 你这样是大规模监控 那 有些人就 说这个健康碼是有问题 为什么有问题呢 就是 判断一些人 究竟有没有传染的风险 或者会 和公安机关 共享这个用户资料 监视的位置 和健康状况 那 有些人就说 这个是用来监控 尤其是纽约时报那些人就说 是监控 那 就是 有时是你要適度监控 你才可以从获自由 就是 其实是不是可以长期一个地方 那些经济活动 因为有疫情就立刻停下来呢 其实就 不是很行的 就是我们这里已经 有些声音就是说 现在我们这边用着的策略 就是一有疫情的时候 一有疫情的时候 一有疫情出现呢 就封城 这个策略已经是 很有问题了 因为 那个经济活动 是突然之间 是 停得很快的 影响很大 搞到个个人都无所释藏 我相信 有些人 刚刚经济 就好像讲回 新西兰 那些例子 可能有些人 之前封城完之后 就找到一份好工 就开始 刚刚才上工 谁不知又要封锁 又没有公开 你是影响 这个副作用 是非常大的 其实永远是一个问题 你个人的私隐重要呢 还是大围的生存重要呢 现在 其实他们是为了政治斗争 所以高举了个人私隐 但是有没有想过 喂 这样搞下去 真的不行了 不行了 是不是应该要 要什么呢 要为大家着想 退一步呢 这件事才是重要 那好吧 我们这次时间都超了 那说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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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